Hello, 我是市街偵探阿蓉 這一期我們講一下時代都會大景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這個項目就是懷於珠海斗夢湖心路 這個項目是非常大的項目 它的總佔地有38萬平方 它的總建築面積達到102萬平方 那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容積率是有3 這個項目的紀錄法率都是非常高的 有35% 它們的產品都是非常多樣化 其中是有高層的住宅和別墅 所以都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小區 總共是有7期去開發 總戶數是超過了7165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社區 將來全部入住的一大區有2萬人口左右 另外它是配備有1萬平方的一個商溢街 另外這個項目是由4000平方米做右軟 講一下這個項目的區位 這個項目就位於西部的中心城區 就是金灣和島門的一個中間位置 這個湖心路都是屬於一個新開發的片區 未來這裡將會定位為西部城區最核心的區域 我們項目現在在市區過來的話要走珠海大道 然後再走湖心路 大概是要40分鐘才到的 但是香港大橋就在2022年這個時間就要開通的了 到時在市區來到我們時代都會大景 都是30分鐘都不用非常方便的 至於這個生活配套方面的話 小區置身是有配備兩個遊園的 共計4000平方米 然後有一站式的商業配套1萬平方米 待會才已經說過了 休閒方面的話 在項目後面是有一個500毛的幸福河濕地公園 另外還有斗門的西湖景觀區 尖峰山公園鱷魚道 我們項目的一公里範圍內 會建一個西部醫療中心 是屬於專屬的西區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是已經是壽興的一期 我們見到項目下面的這條河 就叫做幸福河 過了幸福河就屬於金灣區 而現在金灣區的樓市均價 就是25000元每個房 那我們現在說一下 這個項目現在買的產品 現在我們在這裡見到的就是 在售的二期 後面的封頂就是已經壽興的一期 二期是總共有九棟單位來組成的 其中五棟是有三梯七戶的細面積組成的 另外有四棟就是有兩梯兩戶的一個大戶型大面積組成的 我想說一點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們的戶型 應有盡有 細積大積都有 最小的四十三平方的一房一位 只有一間房和一個衛生間 這個戶型屬於東南朝向 四十三方一般做公寓會比較多 但是屬於住宅的比較少 第二種就是兩房兩廳一位 其中他們有西北和東北朝向 另外就是這個八十三方的三房一位 三房一位西南朝向的 八十九方的三房兩位 那就是含蓋了 即是要多少個房和廁所都可以找到 九十一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九十二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那這兩個戶型有什麼區別呢 其實是沒有區別的 都是屬於東南朝向 在朝向這方面的話 東南西北都有的 那這幾個戶型就是 剛才說這個三梯七戶的單位 它裡面的所有戶型 接下來我們看看示範單位 由於戶型太多 項目只做了六十八方八十九方的釋放單位 那我們就只講一下這個六十八方的零測戶型 它這裏的六十八方 其實接近普通立法的八十方 為什麼呢 這個得益於三梯七戶的低公攤 公攤免職少了 使用免職自然多了 這個六十八方的單位 加上它們的露台位 實用的免職達到了六十方 實用率高達八成八 不真正看 你都不會相信的 現在註冊有八成的實用率 已經算是良心的了 其他批評就不多說 就是高實用率 關於價錢方面 我目現在再收軍價一萬九千元 每個方大精裝修 和周邊流行軍價持平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聯繫我 拜拜 拜拜